大家好 我是光從團隊的Sean 金屬電鍍這一塊啊 蠻多客人常常問我們有關於 設備啊 藥水啊 工具等等的相關問題 其實我們之前有做過兩部影片 分別是電鍍黃金以及電鍍藍的一個完整的過程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我把連結PO在下面的說明 你可以點進去參考 那只是今天這一集我特別要去錄製的是 我去介紹這一些設備工具藥水等等相關的細節呢 可以讓你們有所認識跟了解 金屬電鍍的設備啊 主要是按照你要鍍上金屬表面層的材質而決定 簡單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我要鍍老 那你當然要有一台電鍍機 再來要電鍍老之前你要做清潔 那清潔的時候呢 你可能你的藥水就需要加熱 所以你要有一個藥水的加熱機器 那甚至我們的鍍老的過程中 這個老液必須斷的在活水裡面才能夠完成電鍍 所以你要一台磁式攪拌機 所以基本上你要什麼設備 決定權在於你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材質的電鍍 好我這邊要特別介紹的是我們這個電鍍的主機 因為最常有客人問我們說 這個電鍍主機有分3A、10A和20A 它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很簡單是按照你的電鍍需求 如果今天你只是電鍍一顆戒指 然後或者是一個醉飾這樣的東西 那3A夠你用 可是如果你要電鍍的是像這麼大一個湯匙 或者是說今天你要電鍍的是一個項鍊手鍊 比較長型的物件 那我會建議你買10A會比較保險 再來如果你一次電鍍的量是什麼 20個戒指、30個戒指 那你可以考慮的是這種20A的機器 那這兩台機器有什麼差別 很簡單 這台機器呢 是我們最基本的一台電鍍機 那你剛才提到3A跟10A的差異 那很簡單的方法是 當你調整輸出電流 按照你的藥水的需求去調整 就可以去做一個電鍍的使用 那這台的話呢 它比較不一樣 它也是一個電流的輸出 但是呢它可以用很多不同的Program去做一個設定 比如說我今天可以先設定它 當我按下去之後 像我這樣按下去啟動之後 它可以先跑第一個階段的程式 比如說它先跑10V的輸出電鍍30秒 然後暫停20秒 再來5V的輸出電鍍30秒 暫停10秒 以此類推 那這樣的好處有什麼 有三個 第一個 我這樣設定的時候呢 我可以確定 我的第一個電鍍的樣子 跟自己10個樣子都會是相同 為什麼 因為電流都是相同 電鍍秒數也是相同 所以我可以確保我的產品的品質 再來第二個 我不會忘記 我今天要電鍍的藥水可能是度老 而且還有一個可能換黃金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找出我原本設定的Program 先度老的 欸好 那我就按照上面跑 度黃金的按照上面跑 你不會忘記整個流程或是出錯 再來第三個 我們在電鍍的時候有幾個原則 其中有一個提到要代電入巢 什麼叫代電入巢 就是說 當你的物件 要放到燒杯裡面去的時候 要先調整好你需要的電流 再把它放進去 你不可以在燒杯裡面再去調整電流 因為你在調整過程中 它電流忽高忽低 可能會造成表面顏色會深淺 甚至上不去的問題產生 所以要代電入巢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 剛才提到它可以設定暫停 所以暫停的時候 你已經在燒杯裡面 當它一啟動 它就是以你需要的這個電流輸出 去做電鍍的動作 這樣的話 你的品質也能夠獲得一個很有效的保證 所以這兩台機器的差異性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說 如果你需要的功能比較多 或是你長期都有在做電鍍 那 或許這一台會是你第一個首選 但你只是要一個簡單的電鍍的機器 那這一台 就是按照你的需求 數量的大小 物件的大小 去做一個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我們電鍍前的準備 當你的機器設定好 藥水準備好 那請你務必把你的金屬表面 整理到最乾淨的狀態 你可以利用超音波洗涤機 你也可以用蒸氣洗涤機 甚至我們這個去子劑 把它表面做到完全的一個截止狀態 原因很簡單 我們在電鍍的時候 電流會在上面跑 如果你上面有髒汙或油漬油墨的話 都會導致這個電流分不均 所以你會導致這邊看起來霧霧的 那邊看起來亮亮 這邊顏色又比較淺 這種不均勻的狀況產生 甚至更嚴重 它可能電鍍碗摸一下會剝落 都有可能 那這邊題外畫一個是說 常常有客人問我說 我現在如果表面是這種霧面質感 電鍍碗可不可以變成鏡面 不太可能 為什麼 因為電鍍雖然可以蓋掉細紋 但是那是非常細的淺層的紋路 不可能蓋掉這種比較深層的表面質感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想要電出來是這種鏡面的效果的話 那務必在電鍍之前就把物件拋到鏡面效果出來 才有可能會是這樣的一個鏡面的狀態 接下來討論的是電鍍的流程 其實這個流程呢 不是我設定的啊 是藥水設定 怎麼說 如果以這紅銅來講 看一下上面就有寫 這個不要加熱 電鍍時間是10分鐘 2到10分鐘 然後電壓是2到3伏特 你就跟著上面去做設定就可以完整電鍍 每一個藥水都有它電鍍的一個方式 這比較特殊的是這個老液 老液的話它的條件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清楚 你可以問店家 不然怎樣 看我的影片 我曾經有錄過一個度老的影片 還有度黃金的影片 都可以點下面的連結呢 可以看到完整的一個電鍍的過程 好 我們額外特別介紹的是我們這個陽機板 每一個藥水在電鍍的時候 都一定要搭配陽機板 那我們的建議是 如果你今天鍍紅銅 那你最好就用紅銅陽機板 純黃金24K 那你用24K當陽機板 好處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這個藥水裡面 都有一定濃度的這個 電鍍離子 金屬離子 如果它附著在你的表面上用完了 那這個藥水就要更換 買新的或是添加金鹽進去 那如果你想要延長這個藥水的使用壽命的話 你就用同樣材質的陽機板 這樣的話 如果它裡面金屬離子不夠 它在電鍍的時候 可以撥我們這個 陽機板上面的離子過來附著 這樣的話 你的藥水的時間可以用得比較長 那如果真的沒有同樣材質的話怎麼辦 就用不鏽鋼 用不鏽鋼去替代 取代陽機板的位置 但是有一個東西比較特殊 要特別講 如果你今天是鍍老的話 我們一定要用到的是這種 鈦的陽機板 鈦的陽機板 那這邊要額外說明的是另外一種 我們最近有在推的這個 環形陽機板 為什麼我要做環形陽機板 你看喔 一般傳統的陽機板是一片 所以電流是從這邊出來 就只有從這邊到這個燒杯裡面 但環形陽機板是從四面八方 就是這個圍繞的燒杯 一起到我們的貝度物 有沒有 從四面八方這樣過來到貝度物 所以它電流會比較均勻 但如果像這種的燒杯電鍍 它只有一個單方向的 所以有可能導致我們電流的那個 匀秤度不夠 所以我們才會做這種 所謂的環形陽機板 那它另外一個好處是什麼 一般我們的電鍍啊 陽機板都是用夾的 就是這個夾子這樣夾 有時候夾的不好 或是會鬆脫 那甚至可能就是打到 正部級打到 然後導致機器壞掉這樣子 那我們這種環形陽機板的 頭是做這種香蕉插頭 你只要直接插進去 它不會掉 有沒有 另外一端就是直接黏在上面 所以這樣子會比較安全 好 我們最後再統整幾個 常被問到的問題來做回覆 說不定也是 你現在有產生的問題 客人問我們 常在外面電鍍場聽到問 要不要打底這件事情 什麼叫打底 所以打底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電鍍之前 如果表面真的有一些細微的刮痕 我們可以藉由打底這個動作 先把刮痕蓋掉 再去電鍍你想要上的這個顏色 那它的第二個好處是什麼 假設我這個今天是不鏽鋼的顏色 但是我現在接下來要度的是24K金 那我可以先度一層紅銅上去 讓它顏色不要這麼的白 讓它有點紅紅的感覺 再去度黃金 這樣的話第一個 我黃金顏色會比較漂亮之外 我也不用度那麼厚 可以省一些我黃金的電鍍的這個原料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 客人問我們 欸你們有在賣這個燒杯電鍍的設備跟耗材 那你們有賣筆金 這兩個機器 掉出來的效果是一樣的嗎 其實對我來講是相同的 怎麼說 你看喔 這支筆裡面 中間有一根筆心 不鏽鋼筆心 它就是取代這個燒杯電鍍的陽極板 藥水還有藥水 18K金24K金老任你選 那再來電鍍的時候呢 你必須拿你的夾子 夾著這個物件 然後去調整這個輸出的電流 那是不是跟我們這個電鍍機是一樣 要調整電流 再進行電鍍 但是唯一的差別在哪裡 燒杯電鍍是全面包覆性的去電鍍 但是我們這個筆鍍機是局部去塗 所以這時候就有差異了 如果你今天你只是小範圍的小面積要塗 要去補 那你就用這個筆鍍機去做 但如果我是量產的 我有很多的這種物件重複性的 我要做完整的電鍍 那你就用燒杯電鍍去做 還有一種狀態比較特殊 因為有些客人他們做的是一些皮包的物件 那這種東西可能沒有辦法從包包上面拆下來 他就只能做什麼 用筆鍍去塗 這是比較特殊的一些狀態 那再來最後一個 客人會問我們說 你們電鍍上去的東西 耐不耐磨 持不持久 其實這兩個問題不管在燒杯 或是在這個筆鍍上面都一樣 耐不耐磨不是看你電鍍的過程 耐不耐磨是你看你電鍍上去的材質 簡單舉個例子 我鍍孽、鍍老跟鍍銀 上去的耐磨度都不一樣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持不持久 其實跟這兩個沒有關係 跟什麼有關係 你電鍍的流程是不是確實去做 還有你有沒有做打底這個動作 如果你有確實的做清潔的效果 上面沒有油漬油膜 當然它就會耐久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甚至你有做打底的動作 你表面雖然磨傷了 但底層不會透露出其他顏色的感覺 像我剛才舉的例子 底先用紅銅、表面用黃金 這樣裡面看起來不會直接是箭白 所以這個東西都跟你自己的電鍍 電鍍的步驟會有關係 所以以上是一些比較常見 對電鍍這一塊有的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聽完了 或者是說你還是看不太懂 這整個電鍍流程到底怎麼去做 也不用擔心 基本上只要你有跟我們 去購買這樣的設備的客人 我們都會給你一個SOP的一個值本 讓你可以一個一個去操作之外 你有問題當然可以隨時來問我們 甚至呢我們在你販售給你的時候 都會可以讓你安排一次用你訂購的東西 去做一個DEMO 你可以帶你的東西來 我們用你的藥水 去做一個完整的示範給你看 這樣至少在你回去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的用它去做一個電鍍的動作 感謝觀賞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 金屬加工的知識與技巧 請點擊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最新的資訊喔 請多謝 1個小鈴鐺